只要凭两个钟头就可以成佛 不可能的事 我们两个钟头就可以成佛 绝对不可能的事 大家可以做什么 请问你们讲一次 那个可不可能 要问自己 要问自己可不可能 假如说我们的 凡尘的那一种 太留念 对凡尘的事太在意 那绝对是不可能 那假如说我们凡尘是 都能够放得下 都能够时时刻刻 守治自己的 不生不昧真心佛心 能够那样的话 那已经过了 两个小时就已经太多了 三分钟就可以 所以那个可不可能 因为各个根气不同 上等根气 所以各位前选 那个禅宗的 那个教导人家怎么修道 他怎么表现 就是从我们的感官 我们不是有面容吗 你问他 他道是什么 这样就知道了 你看到没有 有没有 所以禅宗的那个禅师 在教导他们弟子 不用文字 也不用语言 就用动作 就是你这个 眼睛会闭 那个谁在闭 是不是佛性 他说看到那个 你很知道了 所以这个有一个 那个自弦禅师 他也是根气很好 然后他老师 在跟他交往的时候 他就跟他讲说 你还没有落入 那个胞胎之前 你讲一句话来 我要祭你 就是要受祭 让你成佛 他竟然找不到一句 然后就请他老师搜 他老师说 我搜是我的 你要你自己搜 他觉得说 没办法回答了 所以就打包行李 就回去了 他说我以后 不修道了 就去整理他的田地 然后用那个镰刀 在割草的时候 镰刀去碰到小石头 小石头去撞到 一颗那个植子 那个植子发出声音 咚 竟然这一声 让他领悟 道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道 所以他就讲一个句 说一几望守之 一几就望守之 他那个能知守之 全部都偏除掉 更不加修智 不必修了 已经到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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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就讲 动容 养骨路 动容 就是我们的面貌 容貌 你把它叮咚 动容 养骨路 在发扬 我们不生骨灵 真心佛性的一条道理 真心佛性的一条道理 永骨路 不斗 南鸡 不斗路 那个消就是因缘 南就是自然 不斗路因缘 也不斗路自然 也不斗路自然 我们的佛性 不施于因缘 不施于自然 不施于自然 都是外威 外面的形象 那个都不关紧料的 那个都不关紧料 处处无中机 你要找 你找不到 没有中机 知方达到者 显言上上机 所有能够达到这个状态的人 都讲 这个就是最上等的 那个根机 这样有没有听 听一点 这个额印象太累